富家女部嫁贵族却看上了守城的穷人婚后,生了四个皇帝两个皇后。 婚姻一般都讲究门当户对,但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位千金大小姐正好相反, 她将富家公子一律拒之门外,反而指着城墙上,一位服役的士兵说, 她就是我的丈夫了,这位富家千金小姐就是神武名皇后娄昭君, 而那个守城的穷小的就是神武皇帝高,欢娄昭君的爷爷是北魏甄定侯娄提, 父亲是曾斯图楼内干。 家俊英实在当时也是响当当的贵族加上娄昭君之书打理, 长相出众很多贵族都抢着上门提亲,但他一律拒之门外, 正当家里人为他婚因着急的时候,他却做出了一个让人不理解的举动。 有一次外出楼昭君看到,一位在城墙上服役的普通士兵高欢, 看着剑硕威梦的高欢顿生爱意对着众人说道, 他就是我的丈夫了。 高欢从小就没了母亲父亲又是一个小混混,一直跟着姐姐, 姐夫生活高欢长期生活在边境城的高大为孟成年后为了混口饭吃, 选择了参军把高欢和楼昭君放在一起可以说是 赖蛤蟆想吃天鹅肉当,然高欢想娶楼昭君得先过了老丈人这一关, 为此楼昭君偷偷把金银珠宝送给他, 让他带着这些财务前来提亲。 起初楼昭君的父母并不同意这门婚事, 但是楼昭君又哭又闹说尽最后只好无奈地答应了这门亲事楼昭君嫁给高欢后陪嫁了一匹马。 高欢有了这匹马成了军队中的小长官, 后来他拿着楼昭君给他的财务去结交天下豪杰, 慢慢地拉起了自己的队伍楼昭君虽为一贱女子, 但他经常帮高欢出谋划策在他的帮助下。 高欢屡立战功一路升迁魏大丞相, 后来他效仿曹操逼走孝武帝立元善, 建魏帝是为孝禁帝先都, 一程把握朝政长达十六年高欢跟曹操一样生前没有称帝, 楼昭君一共给高欢生了六个儿子两个女儿, 但是这六个儿子当中有四个当了皇帝, 两个女儿都当了皇后这六个儿子, 分别是文祥帝高成、文宣帝高扬、孝昭帝高野、 香城景王高玉、武城帝高战赵丽颖主演的陆珍传席, 就是讲述他的故事, 柏陵文显王高级。